我想再講一下 我今天都看到一個新聞 就說在香港的民意調查 就說香港立法會議員 那個議政的質素現在被評為非常之低 我想歷史新低 還說其中一個議員 陳明欣 就說那個評分是包美的 陳明欣就是建制派的 他都有做YouTube的 Bonnie 你有沒有看陳明欣 我自己就沒有太留意他的 但是我曾經聽過他是做YouTube 因爲開台 暫時都會去講一些支持政府的事情 是的 也都知道他是參選了 而且是得票通過 是的 其實如果說那個香港的選舉 真是一個民主選舉 以前那些比較真是開放給所有人去參加 那個選舉結果就真的不同了 所謂的什麼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之後呢 所謂的完善 結果呢 就是全部都是建制派的 上到去立法會 你可不可以say no 就是一個問題 全部都要yes yes yes 你say no 就慘了 你say no 會不會就違反國安法呢 就是有可能煽動仇恨這個政府 這樣就大件事了 所以現在呢就說整個香港立法會那個質素呢 是非常之差啦 那大家都有眼看啦 不過陳明欣呢 以前呢 就是如果民主派啊 那些泛民那些人在那裡呢 其實什麼時候輪到陳明欣呢 不過他做YouTube呢 好像都有一定的人看 他好像都挺美女的 不過他講的話我看過 我立了一下啦 哎呀 祖國怎樣怎樣 祖國很偉大 我聽見 哇 這個是不是香港人來的呢 我好懷疑喔 我懷疑是不是在那裡看那些什麼 中央電視台那些那樣 所以很奇怪啊 給人家的感覺 那麼呢 看回現在香港的情況呢 真是不知怎麽樣講 真是說自從這個國安法之後呢 香港是整個變了樣子 跟我們以前認識的香港很不同 所以呢 就說最近才 甚至國際 是不是那個聯合國那個人權委員會呢 才說 哎呀 應該取消這個香港的國安法 那除了這個聯合國這個人權委員會之外呢 還有那個歐盟啦 還有英國都有發聲 那都看到呢 香港那個國安法呢 其實是非常之有問題 它根本就不是說 去保護這個就是人民老百姓 其實是保護那個政權 那還有呢 搞到香港呢 真的已經變成沒有了一國兩制 現在是一國一制來的 那又不是說我們熟悉的香港 我們本來香港所擁有的言論自由啊 新聞自由啊 集會自由啊 全部都沒有了 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就說 我們現在看回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就說 真的香港呢 變得太厲害 還有呢 就是說中共那個 對香港人那個打壓呢 真的現在香港呢 已經不是我們一個國際城市啊 不是一個金融城市啊 而是變成一個好像是中國大陸的 九流的小鎮啊 還是文革那個時候的九流的小鎮啊 我今天看到的新聞還搞笑啊 都不是新聞來的 最初就在網上的人流傳就說 已經在香港銅鑼灣 那個什麼酒店 有一些國安的警察啊 就在那裡 是不是蛇王在那裡睡覺啊 就後來真是變成了一宗新聞啊 那麼警方就說 哎呀 要處理這件事啊 那個被拍了照片 拍了video 那個警察呢 就要是不是鄧東姑啊 哎呀 因為他就把那個配槍 就擠在桌子上然後睡覺 不過都可以說的 說他是不是工作得太辛苦呢 所以要休息啊 哇 真是太辛苦所以要休息啊 不過他又搞笑啊 把配槍擠在桌子上 喂 你有人走出去拍照 會不會連那個配槍拿了他的配槍都可以啊 所以這個東西就 哇 真是很搞笑啊 不過那些國安呢 就大了的 大了就是想著自己兇的 Bonnie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 國安是非常之兇的啊 現在在香港啊 我覺得警權過大這個是一向的問題來的 就是其實本身 在2014年甚至再早點的時間 其實已經發現這個問題了 然後我說到說香港現在的情況啊 那我覺得立法會現在的狀況 其實根本是由他完善了啦 甚至是我們知道 就是一直都是 沒有一個所謂的真普選在的時候呢 其實本身 香港裡面的議會工程 又或者是那個 就是所謂民主的那樣東西呢 其實已經是荡然無處的 那甚至我會說是 根本沒有一個機會 或者是沒有一次 但是歷史上沒有一刻 你是香港人是真的可以自己作主 那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對於現在立法會的情況 又或者是說到他有這些議員出現啊 不能夠代表市民啊 跟著市民去投訴啊 這些的民生可能是民不聊生啊 這些情況其實也都是 就是我覺得是 就是順著這個的 一直香港的民主自由的情況 惡化下去呢 這些東西是 不是太過突然的 又或者是 就是我覺得是 知道爲什麽會 那個來龍去脈是爲什麽會這樣 而這件事是也預見了的 是的 那而且這個情況 一直就會繼續差下去啦 那你見到可能 李家超他那些的 選舉工程都沒有什麽做過 然後然後自己一個當選 那所以其實越來越多這些的情況 越來越多這些的 可能是做樣子都不做啦 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一個是 是的 我沒有什麽特別的評論 可以特別給下去啦 但是 是的 就是要大家在 就是自己的崗位上面更加努力 然後然後呢 就是去盡自己的動員能力啦 去做回這個 所謂香港革命的這件事情這樣 是的 是啊 Bonnie你也提到 說那個香港有沒有真普選的問題啊 那看回現在就說香港立法會議員 因為這個最新那個民意調查呢 就說哇 他香港立法會議員那個質素呢 是非常之低啊 那所以就說 誰能夠代表到香港人那個問題呢 究竟香港現任那些立法會議員 究竟代不代表到香港人呢 因為最近那個聯合國那個人權委員會有提到說 應該要取消國安法啦 還有這個歐盟和英國都有出聲啦 應該是取消這個國安法啦 那然後呢 在北京那個外交部發現 好像是趙立堅是不是 他就在那裡說 只有生活在香港的人呢 最有發言權 你覺得這件事很搞笑啊 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 他已經說明了 如果你在海外的香港人 你都沒有得說的了 就是要在香港還在生活著那些人 才有發言權 對不對呢 現在香港人 在香港有沒有發言權呢 真的很搞笑啊 大家都知道了 心中有數有沒有發言權 還有呢 我先看回一下 在網上有些人很諷刺的 講在中國大陸 就說 你老百姓有沒有言論自由呢 他們的諷刺就說 有啊 不過你只能夠用一次的 用完一次你就沒有了 那香港的情況就一樣了 你說香港 生活在香港的人 最有這個發言權 他說這個 香港是不是還有這個 什麼一國兩制啊 自由啊 民主啊 這樣言論自由 還有沒有這件事呢 是不是香港還有人權呢 你可能真的 只有一次機會去講 在香港 你講完一次就沒有了 那Bonnie 你覺得是不是啊 我覺得對不對 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機會講 但是我們在海英國 當然還可以講很多次了 我覺得就著可能是這個發言權 或者話語權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人人本身都應該有的 這個是本身 每個人都應該被賦予這件事的 而我們一直在捍衛的就是我們自己的話語權 我們自己的說話權利 可能在說海外的香港人 代表著的就是他們這個群組 然後在這個香港裡面的香港人 就是代表著他們本身 就是可能我們在海外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接觸香港裡面 每一天發生的資訊 因為有資訊的封鎖 或者我們每天遇到的事情都不同 所以打壓程度都不同的時候 我們的確又不可以去取代了香港裡面的香港人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發言權是屬於他自己的 而且他發言的代表就是 說的是代表著自己經歷的事情 自己的聲音 而沒有其他人是可以代替他們去發言 而說到可能現在立法會完善了之後 究竟那些議員代表不代表香港人呢 那這個絕對不代表了 我覺得 因為無論是由議會選舉的過程 又或者是誰可以參選 這些種種其實已經不能夠以一個民主的過程 民主的進程來發生的時候 那根本投出來的人 或者是上到這個議員位置的人 根本就不是真正有這個民意授權的時候 他們代表著的東西 只不過就是這個中國的政府的傀儡 又或者是這個被操控的 就是這個被操控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每個人 自身都有一個發言權的 而我們要捍衛的就是這個話語權 是的 是的 講這個香港人還有沒有這個發言權 好像趙納編那樣的說法 就說生活在香港的人最有發言權 不過我就想起那個諷刺 那個發言權只能夠用一次的 用不一次你就被抓了 因為你違反《國安法》嘛 所以一次就沒有了 很搞笑 所以現在就說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他現在的質素這麼低 代不代表到香港人呢 那我們現在就說在海外的香港人 其實由這個2019年那個抗爭運動到現在 很多香港人出來在海外都知道 我們需要成立自己的組織 去保障自己那個真實說話的權利 現在就在海外 包括在澳洲都成立了各式各樣的組織 那Bonnie 你是那個叫香港PACE的組織的其中一員 其實現在就說誰能夠代表到香港 或者代表到香港人呢 就成為一個問題在那裡了 因為現在就都有人就說 成立過香港議會這樣 但是你不成立過香港議會 跟著就說 各個市場各個城市 各個西方國家都成立了香港人的組織 但是這些組織又代不代表到香港人 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些組織究竟有沒有經過選舉 去產生出來呢 Bonnie 你自己本身都有組織 還有你也知道在澳洲有各式各樣的 香港人的組織 那究竟有沒有人可以 或者有沒有組織可以代表到香港人 你怎樣看這件事情呢 我自己作為HAS的一員 我們從來就不會說我們是代表所有香港人 我們會說我們是代表支持我們 跟我們理念相同 或者我們代表我們組織的成員 有這個想法的人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去 以偏概全去說 自己的組織就已經是代表所有香港人了 那這個是一個很無稽的說法 因為又沒有一個民意授權 又沒有一個選舉的程序的時候 甚至現在說一個公平的選舉 他根本是在這個氛圍 在這個世代 根本已經在香港的情況下 是不能夠做到的時候 那怎樣可以保證這個組織 是代表了每一個香港人的聲音呢 那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對一些少數聲音 又或者是不能夠 拿到這個可能是媒體的曝光率 給一些香港人 或者是其他組織的一個不公平的說法 那我覺得其實在現在的情況 現在的層面來看 我並不覺得有任何的香港組織 可以是代表所有的香港人的 那當然也是有組織去這樣claim 去說他們自己代表所有香港人 也有組織去說代表那個地方的所有香港人 那我覺得這些組織 他們絕對是一個以偏概全的說法 而且是太過 就是我不想用一些太難聽的字眼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這些說法呢 是做了一個錯誤的在這裏 那若然你的組織做了些什麼 是其他的香港人不同意的時候 那你又會不會繼續說 自己是代表所有的香港人 或者當地的香港人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說法 是的 是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 都和有很多不同的香港人組織 都有接觸的 各式各樣的組織這樣 那還有我都見過在網上一些社群 都有人去質疑的 就說你這個組織你究竟有沒有經過選舉去產生出來的 那有些真的又沒有經過選舉去產生出來的 所以這些事情是很搞笑的 那現在看回今天的新聞就說 那些民意調查 就是香港立法會那些原則數很低 它代表不了香港人 其實如果說合法還是非法 其實可能現在香港立法會那個是非法組織來的 因為它不是真是真普選產生 不是根據這個基本法那個規定去產生 那個普選產生 那所以呢 哪些組織可以代表到香港人 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所以那最近才 就說有個叫做香港議會 就籌備成立 那就說 那不要說這個香港議會 究竟有多少人支持呢 其實我們香港人 分散了一個 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有一個 真是說 能夠代表到香港人的組織 又經過呢 真是有一個民意授權的基礎 就說我啊你啊 所有的香港人 真是有一個可以去投到票 經過這個投票去授權 去產生一個能夠代表到香港人的組織 Bony你怎麼看呢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呢 是 那我其實那時候 就是我們在大概7月份 其實7月份呢 應該早前 是的 就在Sydney的座談會 其實我也有出席到 那是4月份 是4月份 是 對於這個香港的議會 有什麼看法 那其實我覺得 就是在於可能剛才 我們也有說過了 就是有沒有民意授權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代表性 那個應受性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一個議會 或者是作為一個代表的單位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其實 就是很多在地的香港組織 或者是港人組織 他們不能夠代表所有的香港人 這個是剛才已經說過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一個議會 去提倡去有一些 可能民選的機制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可行 或者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 我當初在那個論壇也提及過 就是 其實 若然我們是想有一個民意授權的時候 那是授權給哪一個人呢 又或者是民意 是那個sample size 或者是去問要投票的人 是哪一個人呢 這樣 那其實可能在香港裡面的港人 他們是不能夠去 承受這個風險 國安法的風險來投票的 又或者可能 有些人 他們本身是對於這個議會 是持一個反對的意見的時候 那這個其實就是很影響 這個所謂的民意授權 是不是真的能夠表現到呢 或者是否真的能夠做到呢 那甚至可能去到認受性方面 國際社會 是不是真的會認同這個香港議會呢 那我也都看到其實 香港議會的conference出了 然後坊間也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有很多不同的質疑 那我覺得這些討論是樂見的 那但是去到最後了 就是回到一個問題 誰能夠代表到香港人呢 那我覺得我自己的答案呢 就是 在目前這個情況 我們是未能夠 由一個安全 自己能夠當家作主的地方 來去進行自己的一個 民意授權 或者是創造一個議會出來 那這個情況下 每個人 他的行動就是代表著自己了 那我知道其實 就算現在這個情況 在國安之後 在香港裏面 都有發生不同的事件 例如可能是有香港人去 衝擊這個 這個 檢測站 就是說是COVID那種的檢測站 也都有香港人去做一些更加激進的行為 可能是 就是很多人所說的暴力 但是我自己就不認同是太過暴力 但是 這些種種的直接行動呢 就是表現到 那個人 或者本身 他自己的政治理念 或者是自己的政見 或者是自己的聲音 我覺得這件事 是沒有外力可以凌駕到的 若然他們想直接行動的時候 但是沒有經過議會的程序 若然香港議會 在海外做了出來 但是如果一些人士 一些行動組織 他們沒有去經過議會的授權 做了一些行動出來的時候 他們又代表了香港人呢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一個羅宗門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 最直接 這樣去以自己的信念來行動的時候 無論是示威 無論是所謂一些比較暴力的放火 或者是這些行為 他們每一個的行動 都是代表著背後自己的理念 那我自己會較支持 就是每個人的行動力 就是最大的聲音 這些說法 那每個人 都是能夠代表的 就是自己 這樣 是的 但是如果照你的說法 就是每個人自己去做 自己想去做的事情 變成那個力量是很分散的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 像說組織在一起 那這個力量才大 沒錯 那我覺得其實 說到這個位置 我是非常鼓吹有論壇這些情況 或者是這些事情 或者是這些活動去發生 那等同當時 我們四月份的論壇 那我也有出席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那大家都是坐在一起去說 大家去對每一件事的可行性 擔憂和支持的態度 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需要的 還有這些溝通是非常之重要的 來釐清大家的不同 還有來釐清各樣的問題 那但是去到說話代表的時候 那其實有很多位置都是非常之 令到人去覺得很confused 例如可能是那個籌委會 又或者可能是一個議員 他怎樣去被人選呢 又或者是選議員之前要有籌委會 那籌委會又是誰去選的呢 那所以其實去到最後很多的情況 就是會發現 其實都不能夠去做到 完全是民意授權 或者完全是整個的過程 都是民主的時候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是不能夠確保 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那每個人的直接行動 說的是 不是說就這樣去參與遊行集會 而是去做一些operation 那譬如說可能我們自己組織 那我們代表著我們就是自己的理念 那說的是可能是香港獨立 可能就是說我們要去阻止這個中共 在其他地方的滲透 那所以我們也會有Sidney的行動 例如就是去阻止這個超纖 在這個Sidney的UTS那裏去發表演說 去說話修補這個澳中關係 那因為我們反對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組織了一群人 來到在他們說話的時候去禁止他們 那而且 這一件事是受到中國關注的 那這個我覺得 是我們自己去代表自己聲音的做法 那我們也鼓吹其他的香港組織 香港人去就著自己的理念去做 他們覺得代表他們的行動 那我相信其實以行動去表達自己的時候 會找到大家的common ground 會找到大家都是同樣地 就是譬如說可能有其他組織 或者有其他人 都是支持我們Sidney那樣東西 那它就會加入我們 我覺得這樣去壯大是一個更加理想 和更加自然的一個process 是的 其實我想我們大家都關心香港 都想說這個為香港做一些事情出來 那其實就說做一些事情 其實會不會不止一兩樣東西的 或者不止一兩個途徑的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不同的方式去做 那其實就說可以去做的事情 真是很多的 那希望呢 就說各種不同的香港人 都去做一些各式各樣的事情 希望呢就真是有這個光復香港的一天 那我才想起 那現在因為就有人在這裡籌備著 香港議會 不知道搞不搞得定 不知道的 這個一方面呢就是說 是屬於香港人的一個組織 未必一定是那個才是一個議會 可能另外有香港人去搞都不停的 那另外呢就說 其實我們在海外 在澳洲、英國、美國 其實另一個做法呢就是 我們自己香港人本身都可以參政 參政 就是說參加這個 好像我去年十二元 我都有在這個 就是我這裡所屬的一個市會 我都有去參選 其實是不是呢 我們香港人都要想一下呢 多一些在你所在的一個地區 一個國家、一個城市 去參加那裡的一個議會啊 這些 因為我這十幾年看到呢 就說中共對這個 譬如說澳洲啊 美國應該 就是它的滲透是很重要的 它們很多人出來選舉 但是我們香港人呢 很少很少 就是幾乎沒有人出來選 那樣的 那所以Bonnie 其實你還是年輕 你有這樣的條件 可以出來參選 是 那其實我自己 就不是澳洲人來的 那所以我就沒有這個 的被選和選舉權 但是其實說到去參選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組織本身 都有一位的成員 就是莫斯托 他都去了參選的之前 但是其實那個的選舉工程呢 就當中有阻滯了 但是最後呢 是成功把這個了線模拉下馬的 那去到現在呢 其實本身是想選這個市政廳 那其實就是想選這個 Victoria State 的一個 的 position 那但是在這個pre-election 的時候呢 他就不能夠 去給他黨內的成員 來去選他成為一個代表 那所以其實去到現在呢 去到這個 就算是Victoria State 的一個 的 election 他都不能夠選到的 那所以基本上呢 他已經是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 可能在Parliament裡面的位置 甚至在那個市政廳那裡 都是沒有這個位置的 那所以其實簡單一點來說呢 已經是這個參選的工序呢 這個可能是我們有香港人去參選 還有去expose 這些好像了線模這樣親共的人 這些中共間諜他們的行為呢 已經是成功地引起這個關注 而且令到他損失了在議會裡面的席位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工作 而且都是反中國的滲透 那我也鼓勵是有這個權利的香港人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時間 就已經過了少少時間了 不過呢都希望呢 就說香港人呢 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都好 在海外呢 就是我們還有這個發言權 還有各式各樣的自由 在香港 你那個言論自由 可能只是用一次的 一次就被抓的了 那這個因為國安法 隨時會違反國安法 那我們就 我們在海外呢 在澳洲啊 美國英國 還有各式各樣的自由 就是希望大家珍惜 可以盡量去做 你仍然可以去做的事情 包括這個就是你參選啊 或者是這個 建立一個香港人的議會組織也好啊 或者各式各樣的文化組織啊 一些街坊組織也好 真的現在香港人呢 也是需要呢 就是大家 志同道合那些同路人走在一起 去發揮一個集體的力量去做事 是不是呢?Bonnie 是 沒錯 我覺得也是因為身處海外 那我們也要通過不同的討論 去銳化我們的政治觸覺 或者是我們的政治的論述 這樣 而且我也認為呢 其實每一件事 去到最後呢 都是說行動力的問題 就是可能很多組織去說自己是怎樣代表啊 又或者可能說是做了些什麼 但其實去到最後 都是看你做了些什麼行動 有些什麼行動力 因為仍然你沒有行動力 沒有組織力的時候呢 你是不代表任何東西啦 也都不能夠採取任何的 在需要的時候採取適當的行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的 是的 很感謝Bonnie 因為時間都差不多了 希望Bonnie 下次有機會跟我們一起聊一下 各式各樣的話題 還有你現在還沒有 這個入籍澳洲 你是香港的學生身份 都希望你能夠在這裡讀書 完成你的學業 有機會 無論是入籍澳洲也好 發揮你的所長也好 或者日後有機會在香港 煲底相見也好 有沒有什麼想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想應該都沒有太過特別 但是我相信就是 大家繼續參與這個革命工作 然後大家繼續去想 怎樣可以真的去 能夠以行動力 以及以一個實際的威脅 可能講到就是 剛才也有開始說 就是說會不會香港人 會有這些軍隊呢 在這些方向朝著去想 因為香港裡面的香港人 他們不能夠公方討論這些事情 這些工作就會是 我們是站無旁態這樣 是的 所以說回今天一開始的話題 就是佩洛西去台灣 不知道最後能不能去 我們都在這裡關注 不過我們看到美軍的軍機 有十幾架 就去了沖繩島那裡 不知道做什麼 跟著美國的那些 航母的戰鬥群 又去到南海那附近這樣 所以看回這些東西 真的有時候 我們都希望有一個 將現在就好像一潭死水的 一個政局有些突破在這裡 其實如果就是說這個 美軍是不是真的會跟這個 中共打起來 其實中共就很口響的 很強硬 說如果你美軍真的一搭捉 或者你佩洛西 一搭捉這個台灣 可能將佩洛西的飛機都打了下來 真是打仗的 講得很口響的 中共那方面 不過呢 可能都十五十六 究竟是不是真的打呢 打 可能呢 不是說兩三天之內 就將這個台灣就 叫做什麼 叫做統一 其實這個是 說回以前呢 中共是推翻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的 所謂分裂中國 其實是中共搞出來的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是你講回歷史呢 真的有很久講 不過呢就說 打又不是 不打又不是不打呢 習近平他怎樣向老百姓去交代呢 為什麼現在不打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就是吃巴生在這裡看電影